台北101大楼在日本大地震后 打出台日友好的鼓励字样 但如果这牌子的内容 中国也有掌控权 可能就未必是这样的内容 而中资就曾经染指台北101的经营权 假如101中资介入的话 放烟火的时候 或是它就出现一些字幕 支持统一或是反对台独 你说我们台湾人能不能够接受这种 2014年12月鼎星集团要出售 101百分之37.17的股份 马来西亚IOI集团表达高度兴趣 但是IOI集团与中国国营企业 有诸多合作关系 被视为带有中资色彩 最后投审会并未进行审查 IOI入主101没成功 一旦他们进驻的话 其实会有很大的宣传效果 可以做很大的广告刊板 可以做电影的这些影像的事业 那对于台湾的这个 你说媒体或是舆论的影响 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资对于台湾门面展现高度兴趣 也曾以绕道方式 稀释中资色彩闯关 首都交通枢纽双子星案 一度由南海集团 以600亿新台币取得标案 但南海集团负责人 于平海是香港人 公司和中国市场有密切关系 被投审会驳回 还有淘机免税店 委托经营管理权招标 全球最大的免税店 瑞士商抢标 但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 竟然是中国海南省 慈航公益基金会 持股超过20% 也被挡下 但专家警告 目前我们对中资的拦截 还不够仔细 法令还不够严谨 台湾现在对于中资的认定 大概还是用 中国人或者是中资 有没有持股30%以上来做认定 那这会有很大的疏失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无论有没有中国政治考量 我都会想要用最简单的方式 不要被认定人中资的方式 来进到一个投资地 所以就会形成了30% 上下的数字游戏 中资锁定台湾国门 重要建设已经多次闯关 绕道合资找人头 慎防磨高一丈 官方有必要重新检视 防堵机制 三线材中交一台报道